這些媽祖都讓我們發現在信仰的地位裡面 有著他非常獨特的地位 甚至民眾會告訴你說 他們的能耐和功能都會有所不同 你來到崇敬南白 我是歐崇敬 在兩岸裡面特別是宗教信仰 媽祖可以說是一個極為獨特而且耀眼的元素 為什麼呢 因為兩岸的媽祖都非常的具有人氣 而且這個媽祖他同時兼具的是文化還有宗教 再者是藝術這幾個單元呢 於一身 那媽祖這個元素為什麼在兩岸特別耀眼呢 其實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媽祖這個信仰啊 他幾乎橫跨了好幾個層次 而且這個橫跨呢 他可以說一直有著高度的消費意涵 也有著高度的意識凝聚 並且在其中呢幾乎你很難將他打破 首先媽祖信仰大家都知道源於福建 而且呢是一位年輕的單身女士 再者呢他永遠是保護著每一個人 我們從來沒有見到說因為信仰媽祖 而在其中有任何什麼黨派意識 不會因為媽祖而大家會覺得 他是屬於國民黨或者民進黨 或者是什麼藍色綠色紅色白色這種區別 只要提到媽祖大家都立刻感覺到 是一個保護上面的高度色彩以及獲得照料 只是說在兩岸上媽祖各具他自己的造型藝術的特色 以及各具有他在宗教上面所涵蓋上的特色 怎麼講呢 例如在福建那邊的媽祖 他顯現出比較窈窄 比較年輕 比較惡妞 而在台灣的媽祖呢 則顯現出他比較福泰 比較莊嚴 比較像個慈母 那麼同樣是媽祖 為什麼有這樣不同的造型藝術和不同的文化意涵呢 這當然和媽祖到了台灣以後 有了不一樣的發展有關 因為啊台灣就是一個島 而這個島上面呢 它其實沒有辦法擁有太多複雜的元素 於是作為一個海神啊 媽祖只好不斷的兼具各種全新的功能 例如對小孩的照顧 他成為媽祖一個十分重要的功能 還有呢 你可以想到財神爺的元素 以往啊財神爺當然是獨立的 尤其是文財神和武財神 甚至是武方的武祿財神 這些財神爺啊 最後呢在台灣也被媽祖的信仰所綜合在其中 於是如果他既然有了媽祖是財神的遺憾的話 他就不太可能只是單純的阿諾的年少的媽祖造型 他可能就有非常多複雜的造型表現 尤其是富含著慈母形態 我們就拿宜蘭的南天宮的媽祖 他就有玉的媽祖和金的媽祖 就是整身是玉而玉掉的媽祖 整身是金像的金媽祖 這時候我們看到那個玉媽祖和金媽祖呢 當然會呈現出一種飽滿感 以及一種莊嚴感 尤其是玉媽祖 你幾乎可以看到他和王母娘娘的雕像 是十分相近的 這時候媽祖又被賦予呢和長壽有關 照理說啊 這些功能在原來的魅宗媽祖那邊呢 不太可能會被包含進去 因為它的原始形象和它原來所發展出來的文化脈絡 它不是同個元素 但是到了台灣卻成為多元元素上的一個整合 所以兩岸在交流媽祖文化的時候呢 就會發現這個祭祀圈啊 變得既有趣又多元 如果你到台灣來 你會發現不只有南天宮 不只有宜蘭的媽祖 它還有著名的白薩頓媽祖 著名的台中的大甲正南宮的媽祖 還有北港朝天宮的媽祖 甚至光是一個台南 就有三個非常著名歷史悠久媽祖 那是正統路爾門媽祖 還有正統的天后宮媽祖 再一個是在市區的大天后宮的媽祖 這些媽祖啊 都讓我們發現 在信仰的地位裡面 有著它非常獨特的地位 甚至啊民眾會告訴你說 他們的能耐和功能都會有所不同 感謝你的收看 MING PAO TORONTO